是過來的人可以跟你分享 那時候是我跟你一樣 一打二 然後兩個又差一歲 等於是 對 我也是常忙不過來 然後也是常夜深人靜的時候 抱著兩個小孩一起哭 就是我們三個人哭在一團 然後就覺得說天啊 我為什麼永遠都一個人在顧小孩 後來我們家的那個 電燈泡壞掉了 也都沒有換 就一閃一閃 然後就家裡就很暗像鬼屋 就在那時候我就開始 按我們家的那個警衛 就請張主任上來修 妳就愛上張主任 我沒有愛上張主任 但張主任在那邊 愛上你 愛上你 進你家還打祝福 真的假的 我要感謝張主任 在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幫我修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 我就常常講到張主任 說東西壞了張主任來修 什麼時候 這時候坐坐就緊張囉 覺得這個家好像沒有他 也沒關係 對 所以他就開始就緊張 就變成他調整他 他以前是一趟去 可能十天 十二天 然後久久去一次 但是他後來就改成三四天 就回來 三四天就回來 那像現在他每個禮拜 每天都在這兒 你覺得有沒有比較 我覺得 我跟你講這個心情 我們大概老公常不在身邊 其實是滿能理解的 因為真的老王也常常是不在家 那我都記得那時候小孩 剛滿月找到保母的時候 你知道我 憤不顧身的就衝出去洗頭 然後洗頭洗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驚醒說 我不是今天才第一天 認識那個保母嗎 我怎麼敢自己衝出去 我怎麼這麼大膽 我真是個不禁責的媽媽 這樣趕快頭在吹吹 然後就趕快回家 然後打電話管理員說 不能讓他下門 不能讓他出門 就是很緊張 他的這個壓力有夠大 對啊 太渴望自由了 是喔 那時候剛跟那個 做做交往的時候 他也是隨身是帶的 只要醫院一摳他人就要走 對啊 我還記得有一次是 我們才剛剛點的菜 都還沒上菜喔 我覺得醫生的太太真的 他馬上一直 好 那我趕快回去 他就走了 我一個人在那邊吃那四五道菜 好心生喔 我都不知道 我要找保養 在現場叫大家一起吃 不過這真的 那醫生娘 不是這麼好當的 對 以前就是說 你只要去餐廳 或不管去哪裡 就說不知道有沒有水 他就會馬上說 服務生然後藥水有沒有 然後我說有點可香 有點可香 怎麼知道馬上說 我幫你買 你要喝什麼 好體驗喔 就是這麼快喔 反應也超級快 連結婚後也這樣 沒有啊 就慢慢的 他的慢慢反應有變慢喔 最近已經到 非常嚴重的境界了 就是我說 有點渴 然後想喝水 不知道有沒有水 然後他說對啊 不知道有沒有水 他服務生你的問題要幹嘛 是在跟誰講話 是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然後說不知道有沒有可樂 可樂 不知道他們這裡有沒有可樂 他就會這樣 對啊 不知道有沒有可樂 就重複你那個天啊 等一下 一直不在重複我的話 我曾經聽過一個 雙子座的朋友 他說當你不知道 要跟對方說什麼的時候 你就重複他最後一句話 對 然後我就壓Staniel說 你這樣每天一直看 我會不會覺得很膩 他說 會很膩嗎 到底要不要回答 我都會覺得要用問題 要回答現況 某哥最近 偷抓寶 對 都是去外面 不知道在忙什麼 然後一個鋼琴老師說 今天王醫師在診所嗎 我可以找他去弄個臉嗎 我說OK啊... 馬上就過去 他就在診所啊 王醫師沒有在診所 他說去哪裡了 然後大家就很緊張 然後我問護士 每個人吱吱吱吱的喔 王醫師 他剛剛還在喔 我說那人呢 他應該馬上就回來 很奇怪 在幫他隱瞞著什麼 有問題 我聽完之後啊 你看他好單純喔 需要預算嗎 好不好 我生日那一天喔 我是不是工作到很晚 然後我們錄完影 我才回家 然後一回家之後 一個橘色的大盒子 在床上耶 那我就想說 好冷喔 終於... 我就想說 怎麼還有 給來上進階 進階了 來上進階了 我想說這個當天還有驚喜 這也太令人感動了吧 然後我再打開一看 裡面沒有東西 就有兩個防塵袋 為什麼 為什麼 是空的 打電話給她說 你什麼 東西放哪裡 對 為什麼 不好意思把禮物藏起來嗎 他說沒有啊 因為那天我就去那邊買鞋子 然後鞋子 那個我穿走了 盒子我叫他送回家 對 什麼 鞋子他穿走了 盒子叫他送回家 然後也不知道是哪個 可能是小朋友 就是把 想說那個整個盒子 就放在我的床上 他看起來很像禮物 想說媽媽今天生日 應該是媽媽的 自己整個 沉浸在自己生日的 你整個過程好適合策入 沒有 感覺就整人節目啊 美麗製作為 我還在幻想跟真的一樣 最後一場空 真的 對 好 加在他之前 已經先準備好了 本來就有了啦 對 所以不至於一道抱怒 真的很等 是跟王作軒去吃飯 我們是不是一坐下來 點餐是點 小孩可以吃的 對 我的義大利麵 永遠是 白酒 蛤 綠 義大利麵 因為小孩可以一起吃 我的永遠是 酥燒雞蛋 培根麵 對 然後他就可以點那個辣的 什麼的 然後很好吃 冷重口味 我就是在跟小孩分享 他也是更離譜 餵完兩個小孩 他就大爺的站起來就說 好啦 吃完走了 他說 可我還沒吃耶 他沒有發現嗎 他沒有發現 因為他自己吃完 他就站起來說吃完了 他看到小孩已經 也在外面玩了 就是都是 問題是我都還沒吃 我就拿出一杯飲料 我說可是我都還沒有吃到耶 真的 他說那趕快去哪 趕快去哪 就是餐廳那種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所以好像我們有了孩子 之後我覺得我們的需求 好像又被放到更後面了對不對 我們就被無視了 就會被看不到 真的因為聯絡部這件事情 跟王作宣也吵架 非常 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已經從 簽到 簽六年 小孩到要小學畢業了 已經簽 然後好不容易叫你簽一下下 我不知道難度在哪裡 他就簽一個王話這樣子 然後就結束有沒有 重點是小孩回來 然後就是什麼分數漏 然後那個什麼都沒簽 然後我就說你怎麼 我沒有看一下內容 他就說 小朋友 他就把小孩叫來罵 你看 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負責 爸爸只負責千連落步 喂 好不好 你要錢就跟媽媽拿 五十塊我沒有 你要簽你就是要負責啊 你簽合約 你不用看內容喔 好奇怪喔 一直罵小孩 可是我覺得千連落步這件事情 對爸爸真的是有難度耶 因為我老公也沒辦法 是不是 對 有一次我小孩也是 兩位老公都是姓 王耶 比劃很少 其實就這樣子 白跟王比劃都很少耶 比劃真的很少耶 我老公 真的好笑 每一次因為小孩就是覺得 他也是會發生阿Ben這種狀況 就沒帶錢啦 什麼東西都沒交啊這樣 然後有一次也是 就是我錄影比較晚回家 然後也是我老公簽的 但是我不知道還有錢 是事隔了很幾個天之後 有一天小孩要外出 第二天要外出 然後後來我老公就說 為什麼你們那麼晚才回來 然後他就說 爸爸我們今天下課有活動啊 他說有活動 老師不用先倒汁的嗎 然後很氣喔 然後後來 穿幫了 然後後來我們小孩就說 爸爸 老師有給同一書 你有簽嗎 我 我有簽 熟 到底在氣什麼 爸爸這一招都來了 你的大腦都真的結婚 真的大腦結婚嗎 還有一次 不知道是什麼 疫苗單 我也快記了 疫苗單發回來喔 明明小孩都已經打過了 他還簽要打 讓我 打兩次會生病 打兩次會生病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 你小孩當機是疫苗啊 他就說 我以為結婚 老公還是醫生耶 你們知道 就是這樣你才會更氣 而且這時候你一發火之後 王作軒又說 你們給我出來 對 你們自己打過一秒 自己在抱著 讓我拿出來看看 那我也是會這樣 我現在說我今天 譬如說我今天錄完 我可能十點才會到家 那你就確定小孩有彈鋼琴 然後有洗澡這樣子 然後譬如說 我可能提早半小時回去之後 我發現他們全部坐在客廳 有說有笑 雪衣相思 乖乖滴滴滴 然後就是 很全家歡樂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 我就 就互相認住對不對 對 然後 為什麼妳跟顏麗婷 要給家人那麼大的壓力 我一點 為什麼 這一點 我是站在妳這邊的 因為我也是 吃雪衣相思化的 等那個人 我只是想確定 你們該做的事都做好了 才能做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馬上就說 那你們鋼琴彈了嗎 然後坐坐就會坐 賊心虛的馬上就說 你們是不是鋼琴都還沒彈 我就跟你們講要先彈啦 那你們都不先彈 你看 現在媽媽生氣了吧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說 我沒有生氣啊 有什麼好生氣 你看你們那麼開心 都不要啊 都不要瞎 都不要彈啊 那就轉掉 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過得那麼苦 對 他們家吃飯要賠償 很容易跟做做吵架 是因為我們出國的時候 他很喜歡點公家分 就是不自己點一份 然後每次就是在國外要省錢 可是你們家還滿適合的 因為他們家都 食量不太大 他就是覺得我都吃不完 所以他每次都說 那我們一起吃 一起吃 可是後來就都被他吃掉啊 所以你都每次被對不對 就這樣就眼睜睜看 然後他就吃掉 他說 老婆那你還要吃嗎 我說 我還要吃什麼 我沒有啊 對啊 所以那我最後那一句 不是就是心酸的嗎 心酸啊 對啊 後來我就說 我不要再跟人家分享 這邊有一個手板 就是來分析一下 就是說女孩子 有了小孩之後 到底有多大的變化 生小孩之前 衣服能露多少就露多少 對不對 只要遮住重點不會就好 緊身褲是一定要 熱褲 短裙 大紅唇 假睫毛 飄逸長髮 沒有一個少的 現在咧 衣服能包多緊就多緊 你看看 幼仔褲 運動套裝 剛剛元甄講的 每天都運動服 臉上有多素就有多素 這倒是真的 俐落短髮 那短髮就是一剪短就揮鼓 他不只臉上樹 然後還開始吃素 吃素 樹到底了 都快出家了 你看差多少對不對 這一條 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李佩甄 你知道他 他應該還是在露 沒有 他以前是露 屁股是露半球 所有工作人員看到他寫 有 他有說他都只穿比基尼 然後網紗這樣子 對啊 你說看看他穿這樣子 去上班幹什麼 佩甄的腿很漂亮 對啊 那他現在不是 就是能包多緊就多緊 真的嗎 他夏天就短褲 但是短褲就還是不是 像以前那種熱褲 比如說你穿熱褲 你穿那種露半球的對不對 小朋友都會掉了 你一剪 對啊 或是公園回彎 橘皮這樣 但我現在 我們認識幾年了 16年 你是小學的時候就認識 好了 全都來了 我跟你講其實我應該是 本來是要坐在這裡是沒有錯 但如果今天是跟小禎 就是說朋友這一對的話 其實我是要坐到暗牙那邊 沒有 我跟你講他是表面柔弱有沒有 但是他對熟的人其實很難 標準牡羊 牡羊 上面也是牡羊 牡羊 上面也是牡羊 牡羊 我覺得我跟你也還滿像的 因為你們兩個都同個星座 還是同樣都有木瓜奶 喂 我最喜歡喝木瓜牛奶 好啦 那我講真的 我自己的白木啊 我自己也是事後回家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好像真的很傷人這樣 就是我們就一起出外景啊 然後錄完之後 我們通常都會結束之後就說 那要不要一起吃飯這樣 那因為那一天就是 恰巧是2月14號嘛 2月14號就是情人節啊 然後我那時候是剛 就是剛跟前夫 有點狀況 然後剛搬出來 只是我也沒有想到他的狀況 因為他就說 那你 你等一下要幹嘛 我說沒有啊 因為今天情人節 所以座座啊 就是說要買項鍊送來 沒有 他說 今天情人節 晚上下午就開始 晚上座座說要帶我去這家餐廳吃飯 這家餐廳我也沒去吃過耶 就一直這樣喔 然後下午就說 哇 那天我沒開車 然後那天又在一個很遠的地方錄影 然後我就說 好 那你們去吃飯 那總可以載我回去啊 可是 翠翠今天開的是 兩人坐牌 吸不吸撐他的表情 然後有一次我們錄影 我們在棚內錄影 那天也是情人節 而且我們是走經過喔 然後經過他就這樣 小陳 你有看到我的項鍊嗎 好漂亮喔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看到項鍊 我就說 對 很漂亮啊 因為是一個鑰匙嘛 他就說對啊 座座就是想要送我一條項鍊 把我鎖在他心裡 我跟座座都怪怪 這也是傷而已 不是很傷人 我太開心了啊 開心的事情就是跟好朋友分享 這種事情沒有兩三遍而已喔 然後有一次我們在衛舞營 高雄衛舞台劇演出 然後也進去就說 就一大束花這樣 這是做錯受我的啦 這是做錯受的 好貼心喔 好快喔 不像是你們看 好大大都抱不動 幫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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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就是你知道這種開心的事情 一定是跟自己的好姐妹分享 然後分享完之後 譬如說他就說 好 都給你幸福就好了之後 我回家真的很難過 但我當然去慶祝也算很開心 但是回家 自己一個人的實際性感受 就覺得說 對 我覺得 小禎剛剛講的一句話 他真的 他一定很難過 對 但是後來隔一天 我就忘了 你知道嗎 我想我不是故意 尤其我不想撒謊啊 因為我也不想說 好像瞞著他就說 沒有啊 我今天有事 或是說 沒有啦 這個就那個嘛 你就項鍊自己默默戴著就好 然後有一段時間啊 我覺得我也很傷他 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們兩個很愛打鬧 那種打屁股啊 抓胸部 就是一直在玩這種 幼稚小孩的遊戲 對 然後就玩了很開心 成人都是摳來摳去 哈 八點 摳到 對 對 對 然後他那陣子 因為他有那個 內分泌失調的問題 所以他真的喔 就是 但是我就是遠遠的看他 我覺得他有一點的鬍子 然後呢 眉毛又覺得更粗 然後那陣子 因為我們這樣打鬧 然後他很喜歡這樣搂著 我們就這樣路上走 然後後來 那段時間我就一直以 胡大哥這三個字 整胡大哥 對 然後越叫胡大哥 越大哥你知道嗎 就是動不動 就是出聲出氣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有一次 叫胡大哥 我就覺得他沒有要理我 我想說 可能這個玩笑已經不好笑 這個粉紅色水晶 你就想要你那一顆啊 你知道嗎 有一個 粉紅色水晶的故事 的故事 因為以前我們是同公司嘛 我跟他還有佩甄 他第一顆是在他那裡 然後他媽媽 不是 第一顆是佩甄 他已經結束了 然後他傳給我 對 然後他媽媽幫他 反正求了一個粉紅水晶 然後就是要幫他求戀情什麼的 那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單身嘛 然後呢 他就給了他 然後佩甄不是就碰到王醫師嗎 OK 他就已經結成好果了 然後就傳給我 然後就給他嘛 然後他也那時候就找到另外一半 對 然後那粉紅水晶就越氧越亮喔 會喔 會喔 他也OK了嘛對不對 那我不是就有一點狀況嗎 所以那個粉紅水晶後來就 他們就說啊 那就 大家都帶來那麼多好運嘛 那時候大家生小孩很好啊這樣 就傳到我這兒來 就裂了 裂掉 真的 整個粉紅水晶後就裡面就裂掉了 很多年了 對 我永遠記在心 我剛剛佩甄這麼熟喔 就是一個瞬間也會 我那時候剛生完的時候 生完一段時間啊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出外景 然後我真的就看著他我就說 你叫什麼名字 真的啊 真的啊 你會忽然間斷掉 對 那是因為紅酒喝太多了 不是 那是茫的 不是 這會忽然間斷掉 這真的很可怕 你會看到這個人忽然間 你會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對 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大牛羹跟小禎 你們真的很 很好 很合 因為你們是同一款的 你們的鏡頭是完全一模一樣 鏡頭 就是沒事來我家這一種的 等一下來我家 就是一定要揪 像小禎就是很好客 他就是無時無刻在想說 那我們等一下要幹嘛 要揪誰什麼什麼 他愛揪到一直進見識 他在揪漸減 有幾個時間 這個也可以一直揪 你們做的比較便宜 你健康檢查的 北投那個對不對 這一間很好 都不痛 你做大腸鏡了沒 我跟你講這家很好 都不痛 就是一直在宣傳 然後我想說是怎樣 有抽成是不是 真的拉克拉成這樣子 北投那個嘛 對不對 不是 北投那個是那個誠哥 所以他跟我們是一伙人 但是誠哥他是為了要優惠 所以他約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享受這個優惠 合理啦 合理 對 合理 你真了解他 我最近在約大家去做物理吃 他約大家 他約大家吃飯 約大家買酒 約大家幹嘛 也都是為了優惠 對 團購的概念 他是什麼都愛救 但是他有時候就是 不會佔人數 譬如說日本料理 這樣一排不是就12個位子嗎 然後那天我就說 有誰有誰 他12個人都講得出來 可是我跟你講我一坐下來 我就看到 他沒有講的人已經坐了兩位 他說這兩個 可是小貞沒有說要 然後我就趕快說 欸 你要來了嗎 因為好像有另外這一對夫妻 他說 啊 對 我忘記了 好像他的口氣喔 你在跟那個師傅講說 我們要再多加兩位 好 我就趕快跟師傅溝通 多加兩位 然後再沒過多 他自己來了嘛 然後我們就都做好了 已經有點急急的 因為你知道吧台已經夠急了 後來又再來兩位喔 然後他的臉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師傅也 因為他的魚就那樣 他的干貝可能也就這樣 他的鮑魚也沒有了 然後小貞這樣 然後我的跟佩珍的切一半給他 就是 然後整個大家就是 後來都吃半套的你知道嗎 然後他有一次還約到 坐到第二輪 就是說吧台一排對不對 有一個人是坐在 後面 自己搬椅子過來 然後離這麼遠的再吃 就是搬台再吃 真的很假的 很虛禮耶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這一些 就像張艾亞 一直決定不出來一件事情的朋友 你知道嗎 哪有 比如說那件事情也是這樣子 就比如說我約約大家好 因為我一開始 比如要約這一段 我一定會想好 比如說12個位置 我就有12個的首選人選 但是呢 其中就會有幾個就說OK 但是壞習慣會說 他講 現場講OK 他不見得對 對 但他又不跟你明講 因為日本那裡就是一刻一刻的 我又很不喜歡 跟人家訂的日本料理空一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約 就是備胎第二輪 補胎的 這樣 那有可能有時候這個補胎的 我自己也忘了 我有約他 然後他就出現 補胎的超開心的補上來有沒有 對啊 手上第一個先走 對啊 都已經在門口等了 門口開來 都不要揉 對 但是他還有一個點 就是也是跟大牛哥很像 就是不是我們吃完飯就結束了嗎 就大家也都對不對 累了 沒有呼吸 因為家有老小這種 就是差不多覺得吃完飯 10點半了耶 對啊 明天還要早起耶 還不是年輕的時候 對 然後他就會再快要買單的時候 就說 怎麼辦 然後你就會想說 他又要講那句可怕的話了 對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 那時候就開始裝忙 對 緊張了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明天找 明天是不是有飯 然後他就會這樣 怎麼辦 我 然後就要講了 大家就很緊張 他要講了 我喝開了 我的天啊 這個關鍵字一定都喝開了 這下子沒有三點走不了 這你真的很好意思講耶 第一是你們酒量根本跟不上我 我喝開的時候 他們已經都喝醉了 對 然後再來是 不知道有多少次 有一個人 就不好意思說出說話頭話 所以他就會給我無比的暗示 然後就會說 所以妳就是要幫他喬 對 他其實也不想回家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他 因為他有一習慣就是大家喝開 他就會開始放歌 他就會當DJ 然後就會放他喜歡的歌這樣 就是閨蜜就是這樣 然後放歌放他放的呢 有時候我們會輪流放這樣 然後比如輪到我放歌的時候 他就說 你最好 婚姻珍 你不要放那個王立榮的公轉自轉 這樣 我會想唱歌 這樣還不明顯嗎 這個連我都聽得出來 然後我剛才看到這個Sign了 我就放公轉自轉 他說 Oh my God 婚姻珍 你不會放這首歌 你接下來該不會要放誰誰誰的 什麼張學友的什麼粗 任何一首歌這樣 對... 然後我又開始到第二個Sign了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又放了說 接下來該不會是要唱歌了吧 唱歌了嗎 如果放這個 如果放的話我真的擋不住 太強了 會擋不住 到前面就說 明天要早上 趕快點 趕快點 趕快點歌 我等一下唱唱唱 我跟你講12點 12點我一定要走 1點半 我說你被真要不要回家 再頂一下 還有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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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首唱完就走了 我們本來就說牡羊座 牠就是黃道第一個序位的星座 什麼事情都一定是重提一的 從小就是老師 老師問了問題以後 牠就是我... 對 我會 我會 那點到牠的時候 牠什麼都不會 對 因為牠覺得... 牠就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搶那個第一 因為牠其實那種好勝心也很強 再來就是說牠有很容易 怎麼樣的驚於腦 就跟牠講的話就忘記 要說記五步對不對 對啊 牠就會忘記 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現在記得很清楚 已經跳兩萬多次了 對 我記起來了 再來就是說這種 牠只要呢 踩到牡羊的地雷 牠就會火力全開 老實講 我自己生氣起來 我自己都會怕 對 真的好可怕 真的 這怎麼樣 所以說秀完之後說 好痛 我秀完之後我就說 My God 我剛剛到底怎麼了 就好像被人家附身那種 就是像另外一個人 是人格分裂對不對 真的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發摩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樂園 然後呢 你知道樂園要看什麼 就是看遊行 遊行啊 那遊行不是 樂園很多那種遊行啊 國外動物 大型樂園 大型樂園那種 那叫動物 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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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卡通人物遊行 卡通人物遊行不是整街 就是放那種音箱啊什麼 然後他叫音樂嘛 然後他老公就站在音箱底下 然後他要叫他老公啊 Honey 他老公在音箱下 誰聽得到 Honey 然後他老公還是在這 還是在那邊 Honey Honey 你這個發病啊 你知道周圍有多少小朋友這樣 他會每個人都嚇到 想說我在大聲什麼啦 他的反差太大了 而且我中間不太有什麼 醞釀的過程 對啊 醞釀很久了 你有一個東西是 的確就是像星座老師 剛剛講的 沒有 就會讓人家有點受不了 就是 對 遲到王 約吃飯自己放鳥 這不行 對 他每次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的活動 在中南部 然後都要坐高鐵 然後我們都已經講好 譬如說這班高鐵 譬如說2點36分的高鐵 那我們是不是大概2點30 就一定要到 基本上最好 可是你知道嗎 他都是 2點35分的 然後每次都要趕到 我們要趕到那門口 然後都是咻進去 然後馬上車就要開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有一次 我就跟他說 小生 就你能再找 例如說2分鐘嗎 我真的不想要在那邊趕 他說不會 為什麼要找2分鐘 他就是36分開 我們就是35 35分上車 這有什麼不對 對啊 我想也對啊 然後有一次出國 大家已經在那邊急得要死 然後都已經 那個登機的地方啊 應該說check in那個地方 人家都要關艙了 然後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說 小生 他就是在路上 他在趕了 然後後來中間也不接電話 最後是瓜哥在那邊 一直跟那個check in的人聊天 一直說不要關 不要關 然後等一下 他馬上要到 松山機場 然後他就是一直阻擋 那個不讓他check in 所以就講到你後來過 後來無數次的 跟著胡迎貞出國 都是在 太辛苦了 在人家要關艙門的時候 他就到了 然後他就說 是不是 飛機就是會等我們 然後他說 對 真的 真的會等我 真的都有等我們 太意思了 這不是誠信耶 而且你會讓這個 好感喔 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不會了 不會嗎 12點要錄影了 我們每一次錄影 11點通告 你都12點多才走 因為我11點到 你也在舒嬅 我在旁邊幹嘛 對啊 然後我就在家裡梳化完再來 對 對啊 就是 大家會等他 然後真的喔 他在車上就已經化好妝 一走下來就 為什麼不錄 為什麼還不錄 然後我們就說 再等你 他說現在可以錄啦 我又來了 因為我早就來了 因為我早就來了 因為我如果要做這件事 我就會把自己設定到說 我現在下飛機 到現場別人賣 我就可以立刻錄 就是說本那些什麼東西 他都會提早傳嘛 所以我都會先看完 好啊 你們要講什麼你們自己講 好啊 不是選國社嘛 你可以看這個耳朵硬 因為我覺得小貞姐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互動 其實你耳朵算是滿硬的 其實 因為我覺得 跟你是同一種人啊 可是你跟小貞姐是同一種人 沒有 我是唯一唯會遲到沒錯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對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稱讚 新時代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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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喔